晚上8点 刘宁第三位园终于来了 NBA看见空降南昌 球迷有福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民聊球 我是小民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刘宁的体育迷给小民的视频 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CB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CB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几乎赛已经打了第一轮比赛 可以说通过正常比赛来看 几乎赛是非常激烈 精彩 因为到了几乎赛 所有的球队都会使出红线的卸出 争取能够晋级下一轮 作为常规赛冠军流英队 他们也是非常期待能够在本赛季再次获得冠军 因为刘宁在本赛季的不管是人员班底 整个的一个球员配置都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说刘宁是本赛季的独冠打转门 但是呢 让很多球迷 比如现在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刘宁的外员问题 因为在之前包括福格 莫兰德 两名外员表现并不是很出色 尤其是莫兰德 可以说他不能够起到一个外员的作用 也是多次在比赛中啊 表现非常差劲 这样可能喜欢人类的球迷啊 不能够接受 因为你作为外员 作为大外员来说 你确实需要一个定感神的 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球队 获得比赛的胜利 这可能是球迷啊 最喜欢看到的事情 但是莫兰德确实表现不信任意 就在之前也是有媒体曝光了 刘宁队的第三外员是正式的到达南昌 这名外员是谁呢 就是前快船球员威尔森 可以说这名球员能力非常强的 所以说有了第三外员 火速的驰援刘宁队 作为刘宁球迷来说 确实是有福了 目前来说刘宁呢 还不能够确定与这名球员签约 但是呢 通过整体实力来看 他应该是强有不难得的 如果威尔森真能够与球队签约的话 在几乎赛中 威尔森真能够起到一个关键时的作用 真能够帮助辽兰 在打一些硬朗的时候呢 能够真正的帮助球队获得比赛的胜利 所以说不管是威尔森能够能够加盟球队 我们希望辽兰能够在几乎赛中啊 能够稳扎稳打 争取呢 获得最后的冠军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再到一会儿